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在对我发火吗 不行吗 那你骂得也太好听了 你 主角 方才李锦书的有道理 这江黎搬出江元柏 难道就不怕 他就是要搬出江元柏 因为江元柏是中书令 佟智阳会有所气的 但佟智阳背后是李家 他就是要看江家和李家矛盾激化 不留余地 为什么呀 那就要看他图什么了 来 喝点水 入来嗓吧 被发现了 看来我们江二娘子还气着呢 文姬 再去请 我瞧着 这江二娘子 似乎不太愿意见主角啊 却跟江二娘子说 我方才和李公子 喝了一壶好茶 是啊 今天这出看戏的地方是李锦找的 还是肃国公你找的 有什么区别吗 有 如果是李锦找的 今日这场戏我演的是字役唱款 可若是你找的 你怯场吗 我不怯场 我不怯场 每看完一场戏 你总会把我换到你的面前 一席话说得似是而非 势不关己 却又切入要海 点在关键之处 让我亏你 欠你 而你 高座茶楼 至今不露底牌 你只是想看一场戏吗 你 你是在对我发火吗 不行吗 那你骂得也太好听了 你 茶暗时本就应该立于高处 青楼算什么高处 你就非要赢一次吗 那日你在青楼见到的人 叫乌兰 乌兰 这名字不错啊 他是小桃红供出的同伙 是吗 那这和叶家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我就是觉得 应该让你知道 好 我已经知道了 他到底有没有听懂我的解释 主君 我听懂了 你 不是嫖客 主君绝对不是嫖客 我听懂是个随着 年轻人的答案 就是四周 开玩笑 好 太高了 这一是 明远很疯了 没什么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